一盒300块钱,12个 今天我就以厨师的角度和工厂老板的一个成本的角度 去测评一下它的口味还有价值 它是一个八角形的一个包装 这是12个的口味,有一个装的,还有两个装的 开盒的时候呢,有一张明信片之类的一个简介 然后它是有两层的,每一层呢,是有六个 是这种夹成来的 看起来的造型呢,还是蛮大气的 我们每一个口味都试试一遍 首先呢,先把粽子进行蒸制 这种呢,是一种耐高温的铝箔膜来的 什么要蒸,它都不会坏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水里面 水的导热效果会更好一些 我们平时如果是蒸30分钟的话 水煮15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蒸大概25分钟到30分钟左右 这种铝箔呢,你看到没有 我蒸了30分钟,它完全都没有并行 我这种加热的方法呢 可以更好地保持粽子的完整性 如果你们是在家里面的话 要撕开这个袋子,放去蒸制 这里肯定会有一些小孩会好奇 为什么粽子放到这种真空袋里面 它可以保存半年或者一年以上 其实这个粽子呢,它是煮熟以后 再进行一个高温炉的高温杀菌 现在这个粽子呢,它是在一个无菌的状态下 所以说它可以保存半年、一年 甚至有一些更长的话 一年半都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们就来品尝它的美味吧 这个呢,是偏香西风味的那种 它的这种腊肉呢,是采用湖南的那种腊肉去做的 这个打开的话会有一点点的散 很浓烈的一个鸳熏猪肉的一个味道 这种感觉有点像香味米饭的那个感觉 但是的话,它加的糯米的话会比较粘口一点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鸳熏味的 但是的话,味道中规中矩吧 也不会说很难吃 只能说是我个人的口味 大家看到没有,我现在吃的话 它是吃不出一个完整的粽子 不知道是不是我刚才加热的那个方式错误了 或者是这个粽子它比较散一点 如果是我们南方的一些粽子的话 我们随便都可以轻松的把它剥开的 这个呢,就是第二款的粽子 它明显呢,是可以更好的剥下来 现在我们试吃的是第二款沙茶蛋黄牛肉 我还以为没有蛋黄 它的半黄呢,没有包到中间 这个就是包的工艺 可能和我们的是不一样的 这个味道呢,我就相对比较喜欢 因为南方口味嘛,沙茶酱的 它还有一点点的笋干 吃起来呢,脆脆的 这个呢,就是非常经典的猪肉板栗 但是呢,这个板栗呢,没有挑 哈哈,风哥,你知不知道 但是呢,这一种呢,不影响食用 只是说没有这么好看 再吃这块板栗,看有没有变味 板栗是完全没有问题 没有变味,只是说没有那么好看而已 这个也是我相对比较喜欢的 这个呢,它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家姓粽子那种感觉 有点点拼点口 这个就是干贝S.O.酱辣肠粽子 这个应该会很好吃 因为用了我非常喜欢的港式辣肠 干贝在这里 S.O.酱的话,应该是多岁了 这种呢,是我们国产的小干贝 我们单独吃一下这个干贝 这个干贝呢,它们有经过泡发 只是进行了一个清洗以后 能明显吃出来有一点点的那个腥味 但是呢,我觉得恰恰这个腥味呢 可以更好地保留住原被本来的味道 能明显吃出来有S.O.酱风味 这个呢,相对来说 它的干度会比较干一点点 有时候粽子的干湿度 不是因为你组织的问题 而是因为你用的食材 它本身的含水量高不高 因为干贝它本来是干的 会抢去糯米的一个水分 蛮好吃 这一款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款 我现在吃的这一款呢 是橙皮豆沙 打开粽叶呢 这个就很明显的一个橙皮的味道 扑面而来 嗯,甜粽子呢 我以前是不吃的 自从我去了北方上班以后呢 我逐渐逐渐的是吃一点点的甜粽子 以前我真的是一点都不吃的 在我的印象里面 粽子就是咸的 像这一款豆沙呢 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状态 但是你要我吃很多的话 我明显吃咸粽子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第六款 燕麦奶香 有很多的燕麦 这里附着 它是白色的 黑色的呢 是一些杂粮之类的 很丰富用料 看得到 有很多的五谷 然后这个呢 应该是一个工业的一个 就是说 经过加工的一个奶香的东西 哦,说错了 该那一块黄色呢 不是什么工业的东西 而是一块南瓜 而且这个南瓜呢 用的是比较好的一些 应该是贝贝南瓜之类的 很浓烈的那个南瓜的香味 而且是有一点点偏甜的 这种甜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 它有后期嫁甜的一些东西进去 但是我真的觉得好香 这个我再尝一块 刚我说的那一句难吃的话 其实在我的内心里面 不是贬义词啊 而且是夸奖的意思 因为我们南方很少人 吃这种甜的粽子 如果作为一个南方人说 这个甜粽子不难吃 真的是对它最好的表演 这一款呢 是第七款 厄椒芝麻元气粽 我个人感觉 是不是名字长 可以卖多一点钱呢 它是有一个流星状的哦 这种 这个肯定不是人工放下去的 因为它有夹心层 这种夹心层的话 以我们工厂的角度去看的话 它就是一个 用机器做好出来的一个圆球 再用这个圆球呢 裹上一层糯米 这一款呢 我个人不喜欢 就是每煮够时间 有一点点的硬 不知道是不是怕 这个内馅组合太久 会爆开的原因 还是有点点偏硬的 就没有全家团那个甜粽 那样子那么弱口 粽子嘛 粽子嘛 我们吃的就是 有一点点嚼劲起来呢 还有一点点的弱口 也不能说完全要很稀的那种状态 接下来呢 就是最后一个了 应该也是所有的粽子里面 用料 看起来的用料是最贵的一款 有干贝SO酱啊 然后鲍鱼啊 黑猪肉啊 做出来的粽子 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 用黑猪肉做出来的粽子呢 它的化口性会比较好 肉味脂肪味非常非常的香 一些高端的代工厂呢 或者一些高端的酒楼呢 都是用伊比利亚的黑猪去做粽子的 奥坡 你看绍兴啊 旁周那一块是高端的粽子 都是用伊比利亚的猪去做粽子 因为为什么我知道呢 我接触的动品会比较多 有很多人就是用这个去做的 这个呢和刚才的SO像 腊肠那个有一点点的像 我们来打开里面看一下 来我们看表面 这里呢 是一颗干贝来的 这个是鲍鱼吗 哦 这也是鲍鱼 我以为是那笋干 这里呢 应该是一块伊比利亚的黑猪 它其实还有肥肉的 其实肥肉已经融入到了 这个种子里面 我们先来尝干贝 然后这道猪肉鲍鱼 干贝呢还是刚才那个制作工艺 用的干的 没有经过泡发的干贝发去 猪肉 猪肉会明显比较香一些 接下来就是整合种子里面 看起来最高端的鲍鱼 鲍鱼呢 它经过发誓 经过一个简单的组制而已 它没有说发去像鲍鱼罐头那种 或者鲍鱼那种经过扣的 但是它没有什么腥味 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那个鲍鱼的话会不会很贵 其实我告诉你 大概在一块五左右 到两块五左右 就可以把那个鲍鱼拿下来 像鱼台说真的没有那么贵 只是在种子里面 可能会增加一个噱头 如果你说好吃到哪里呢 我个人觉得我妈妈包的是最好吃的 所有的种子都吃过了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我从厨师的角度去点评一下 这八款种子里面 我个人感觉 没有说哪一款种子是难吃的 只是说有一些的话 我个人感觉口味不一样 我不喜欢那个口味 但是有很多一些 比如说刚才那个 有一些烟熏味的那个种子的话 可能有一些地方是比较喜欢的 但是呢 它做出来的味道呢 还是不错 这八款呢 对我印象最深 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款呢 就是蛋黄猪肉那种 传统的口味 然后从工厂的角度 我自己本身就是老板 我知道它的成本大概去到哪里 有些东西我们不能以单单 以成本去决定最终的价格 有时候还要考虑到 一个产品的故事 广告 包装 原料 我们就单单以原料来说吧 如果是我们工厂来做的话 原料的成本可能是在 3到40左右的一个原料成本 如果再加上包装的话 如果是真正的工厂出品的话 大概是在70块钱 当然这个是要挣钱的 如果是批发的话 这一盒种子的话 我们一般的话都是在90块钱左右 这一盒种子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包装 有很多人觉得很漂亮是吧 这个包装 我跟你们讲 光光这个包装 30块钱 有很多人不能理解 我这样子告诉你 有一些产品 是包装比原料贵的 特别是我们这种 送礼的一些节气上的包装 会比原料本身的要贵 而且屏风呢 他也不会自己去做种植 他只能说 叫别人帮忙做 他可能会出一个劲 然后他背后还有公司 可能到他的手的话 也没有很多 这只是我一个猜测 如果有哪里说的不对的话 多多包含 多多包含 至于这款产品的价格的话 一而一吧 如果你是想送高端一点的话 也有一点名气 大家都懂的话 我觉得这款也是 不错的一款选择 说一千到一万 还要最终看口袋 而且要看你送的是什么样子的人 好了今天的测评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看我什么测评的话 可以打来评论区下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